今秋十月,在北京北海公园产服寺,各类不同品种和颜色的菊花盛开,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欣赏。 许多人不了解的是,北海公园中有一个传承多年的菊花斑,而这些菊花年龄盛开,离不开他们的努力。 我们北海公园的菊花历史就是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记载过养菊花。 我师父也跟我说过,在八十年代的时候,菊花很多单位都养殖,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吧,就是菊花记忆已经断档了,没有那么多单位养殖了。 但是北海公园,它一直都有一个菊花斑,一直都在养菊花。 传到我们这儿呢,就都是80后90后了,我们是第五代传承人。 菊花它是有很多个品种的,每一个品种都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记录着它们。 我们这些品种呢,是从很久的时候就流传下来的,到现在呢,有清朝时候的品种。 所以说我觉得,这个菊花品种吧,相当于是一个资源库一样。 我们传承的不仅是菊花的养殖记忆,而且也是传承着这份历史。 像这两个品种呢,就是属于清代的品种。 这一盆呢,叫绿牡丹。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,这一盆品种是慈禧太后的最爱。 那个年代的绿色的花非常的少见,所以物以稀为贵。 其实有很多这种老品种吧,其实它都是很难养的。 传承到现在,其实它的根系吧,有点弱。 其实菊花活下来的好与不好,浇水是一个特别基础的事情,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。 如果有益水浇错了,可能它这次浇多了之后呢,根系就不长了。 一不错就不不错,有的时候啊,有点绝望。 在于别人面前,可能就会把这些出现问题的品种就直接扔掉了。 但是我不想这样的,我不能在它有病的时候就抛弃它,那样我会丢失品种的。 所以既是绝望,也要生存。 虽然心情很郁闷,很沉重,但是我也不能放弃。 我给它通过我的治疗,通过我的诊断,我这么艰辛,这么不容易的把它养好了。 等到秋天它开的花,它未必会比别人差的时候,我的心里边就是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吧。 目前,北海公园保存的菊花品种已有一千多种, 这其中不仅包含明清传承下来的老品种, 还有菊花般不断开拓培育的新品种。 你的老品种它肯定是会不断退化的。 我觉得市民观赏的话,可能三年五年还行, 你要十年二十年,你没有任何的新的东西。 可能对于由人来讲,人家也就会厌烦。 所以你必须得培育出新品种。 然后呢,我记得是我培育出第一年的时候,是那个师傅来一眼就看这活特别好。 那是19年正好是在元博馆参加的一个世界级的华为波浪会。 专门有一个菊花的这个所谓的菊花的一个项目。 然后我这个穷瓜献宝就得了一个新品种的银奖。 在产福寺内,有着一盆盆雅致京桥的菊花盆景向公众展示。 这大多出自于菊花班成员赵博之手。 他告诉记者,菊花相较于松树、柏树等传统植物来说, 栽培盆景更需耐心和打磨。 就是你从牵扎开始,从第一次造型开始, 你的任何一个,包括铁丝盘扎的,给它手动造型的这个步骤, 还有你任何减去它的一个颜, 它是从头开始,就是一步都不能插,一步都不能错, 完了才能最后来呈现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。 菊花盆景一直都是咱北海流传下来的, 一直是从很早很早就在养这些东西。 反正我觉得能去现在去养菊花盆景这个东西的, 都是有一种匠人精神在的, 就不想让它去这个手法去失传吧。 比Queen·T李箱花盆景是一种的, 最后我们的状态会。 对我们的状态和老人物。 放开。 我们的状态会许 também,